短影音是不是真的那麼有用 我必須告訴大家 短影音呢 對知情頻道來講啊 他的效令其上是薄弱的 他並沒有辦法真實的留下你的份 以及把你的這些粉絲轉換成收入的來源 我因為月運的關係啊 受到很多攻擊 雖然我被網友罵了 但是呢我還是堅持我的想法 一路以來我都是如此堅持 我的堅持有得到大家的掌聲 跟大家的支持 好 大家好 這支影片上架的時候啊 訂閱戶應該已經破10萬了 6年前我開始開拍影片到現在 一步一腳印的慢慢慢慢的 累積到了這個10萬的會員 我可以拿到那個銀色的那個小獎狀 當然這樣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我的頻道上面有很多人是我們的同行 也是身心靈業者 一直都有媒體在宣傳 然後在炒作身心靈產業 到底有多麼多麼美好 產業利潤到底有多麼的遠大的光景的時候呢 我們也相對的看到了啊 很多的各種的其實怪怪的機構 開始來告訴你說 你是不是身心靈老師 你是不是都沒有學生 來 我來教你啊 怎麼樣找到學生 只要你加入他們的團體 或看到他們頻道 你就會有學生 你就會有流量 我的心中的大石能夠放下來能解決嗎 我剛剛已經講了 我不會用你的盤啦 對 我們用一個很神奇的方法 有上課的都會 這事情啊 是不是跟錢啊 或是跟你投資有關係 應該是沒辦法啦 這件事情應該還要再兩個月 只要你是會員 我們每個月會有一天開放直播 可以在這個直播的時間 直接來問我 我都會來回答 還有 我們對新耀奇蹟非常非常的細膩 在會員頻道裡面呢 我們會講更多更多不適合公開講的 或者是說比較深度的學理 歡迎大家加入我們付費的會員頻道 有很多的網友私下在問我說 到底要怎麼樣達到訂閱數啊 然後到底要怎麼樣產生這個流量啊 今天呢 我們就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六年來走的一些心得 我們也在播影片裡面 會告訴大家 實際上我在操作的時候啊 我會做哪些事情 可以分享給大家 你不用花那麼多錢 加入我的會員 你就可以省下那個6千8千8了 首先呢 我們就告訴大家說啊 你會看到有些人有流量 尤其是短期出現的 絕大多數呢 它是有一定的行銷操作在裡面的 線上有很多老師 常曝光的 它可能背後啊 是一年 花五百一千萬在下廣告的 這是你所不知道 你也看不到的部分 所以它會不斷的一直跳出來 我自己呢 在六年前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其實就是一支小小的手機而已 自己剪接 我自己剪哦 自己用手機的那個剪接軟體剪哦 我們最開始就是這樣子 可能你們會看到說啊 那個最早最早的時候 有那種影片的開頭啊 有一個那個木座的積木的指揮斗數盤 那個影片就是我自己拍自己剪的 所以我們剛開始呢 就是一支iPhone的手機 來做這個事情而已 我們前四年 基本上呢 是零廣告預算 我們完全沒有下廣告 到2023年啊 我們才開始微弱的下了一下廣告 我們一年的廣告預算啊 大概六到十萬 一年哦 一年哦 相對別的老師啊 他可能一個月就是這個數字的十倍 所以我們下的廣告宣傳非常非常低 我幾乎純粹的 是用內容來去吸引大家來收看的 到這邊我們就不需要講一下 其實下廣告並沒有不對 網路的巡銷宣傳本來要花錢 可是因為我們自己本身是知識型的頻道 我們還是比較相信啊 知識內容才是最重要的東西 不斷不斷的改出新的東西出來 才是大家願意在這個頻道所看的 迷你專業本來就是小眾的市場 這個圈子啊 搞不好老是比客人還要多 小眾的市場呢 本來就不容易做 如果你是我的同行 或是如果呢 你自己本身對這個行業有興趣 那我會建議你啊 充實自己的內容 這非常非常重要的 你一定要端出 足夠大家吸引他的東西 他才會繼續看下去 而且講出來的東西 必須是要有一定的 道理的 有邏輯的 看我的朋友就知道說 我會很在乎跟大家分享的 不管是技巧也好 觀念很好 是符合邏輯的 那當然 如果說你有大把大把印子 可以砸在自己身上 我就會建議說 你不要只有頻道 你可能要上一些 電視的媒體啊 等等的 那這是另外一件事情 內容的精準 內容的深厚 才是網道 關於這個點呢 等一下我們會順便跟大家講說說 現在流行的短影音 跟我們現在一般所謂的 YT頻道 它的差異在什麼地方 為什麼短影音呢 我們自己呢 發展這麼的晚 總之呢 知識型的頻道 大家要看的是內容 內容你一定要是夠好的 如果說這邊 東 上面擦一下 西擦一下 然後呢 沒有自己的主張 沒有自己的想法 那誰要追隨你的頻道 誰要看你的東西呢 所以說 要有自己足夠的內容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這個內容要從哪邊來呢 坦白說 這個是要自己去累積的 再來 拍片數量要夠大 一個小技巧就是啊 片子不能夠太長 因為太長呢 基本上啊 大家沒有辦法 花那麼長的時間看 再來呢 數量要夠多 頻道是一個 表達你自己 讓別人瞭解你的地方 那如果說 你就是只有這麼 20支或30支影片的時候 你怎麼能去期望別人認識你呢 所以 數量要夠多 我自己的頻道在開播的時候啊 我是先錄好50支影片 一次上上來 後面才每個禮拜 沒有人錄 別人如果看到這支還不錯 那他就要同時間 就會看到我另外49支 他不會看到 這支還不錯 然後呢 沒有然後了 因為我們下禮拜才會出現下一支 他可能就忘記我了嘛 我沒有辦法養成他的收視習慣 大量的產出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 你有沒有辦法大量的產出 產出的內容是不是能夠夠精準 那就要看 你本身啊 收集的素材夠不夠多 然後你本身的專業度夠不夠 因為我們是知識型的頻道 所以說呢 我們跟一般的那種吃播啦 或者是開箱啦 或者是旅遊 是不一樣的 但相對的好處是說呢 這個產業的人口數是少的 是小眾 那種旅遊啦 吃啦 等等的是大眾 那樣子的頻道主 他很容易就可以累積出 30萬 50萬 這樣子 可是 相對我們來講 我們要走到10萬 難度相當的高 可是好處也就是 其實 你即使是只有一萬 或是兩萬訂閱戶的時候 你都已經可以看得到成效果出來了 你開課都會有學生了 你算命都會有課人了 然後你會很容易 把它 一直滾動上去 你差不多就可以變現 他們通常在訂閱戶在2萬左右 你就可以直接變現 可是 這一種 討論旅遊的 或討論吃的 這一種 因為 這一類的性能太多 所以呢 它變現能力其實還是很有限 你可能要做到10萬以上 才會看得到錢進來 甚至錢也不是太多 所以因此呢 在經營頻道的第三個重點就是 你必須要有耐心 然後你必須要能夠 很專心地去做這件事情 而不能很期待自己馬上就爆轟了 坊間有許多許多的這種宣傳告訴你說 參加他的 上他的課的 你就可以讓你爆轟了 大家千萬記得一件事情 真正大的這種網紅或YT 他的年收入是非常非常驚人的 他如果這麼厲害 那他幹嘛要講 大家去想一下這樣的概念 這個生性能老師 如果他真的學生很多了 他哪裡有空去教你這些東西 很多的網友私下問我說 老師啊 那你到底怎麼樣進行到10萬的 我必須告訴大家 還是要回歸到極準面 你會得到的是什麼 你有沒有真心地要跟人家分享一所懂的東西 然後你有沒有試著把這些東西 用大家懂的方式說給他聽 不是很漂亮的畫面 不是很絢麗的動畫 而是很真誠地把你懂的事情拿來做分享 每一個事情都是他的基本面 YT本來就是一個 你把你所懂的事情分享給別人 這樣子的一個管道 如果脫離了這個管道 遲早人家就會覺得 原來你不過是如此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看到 這一兩年很多網紅的人設都崩壞了 因為剛開始他是為了賺錢 他不是講真心話 所以他就崩壞了 那路只要走得夠久 就好像我雖然沒有下廣告 可是我因為走得夠久 我還是有10萬 而且通常這樣累積出來的份 都會是比較穩的份 那當然在操作上面還有一些技巧 例如短影音是不是真的那麼有用 我必須告訴大家 知識型的頻道 短影音對知識型頻道來講 它的效率其實上是薄弱的 它基本上只能做出一個就是 我也許可以讓真的很外行的人 一個引流說 原來是這樣子的這種效果而已 可是他並沒有辦法真實的留下你的份 以及把你的這些粉絲轉換成你的事業 轉換成你收入的來源 所以要怎麼做呢 你與其去參加各種各種的這種 教你怎麼做短影音 短影音有多厲害 這樣子的課程 還不如好好地拍長影音 因為回歸到最後 你只不過是把短影音裡面的人 引流進來長影音裡面 來看你的長影音而已 你還不如直接去拍長影音 那像我們剛剛所講的 短影音對於知識型的頻道來說 就好像電影的預告片一樣 哇這部電影有這麼大的爆破 有怪獸會出來 既然是預告片 那你就先拍好你的電影 然後把它剪成短影音 而不要特別去為短影音設計 那實際上這樣子的東西啊 你沒有辦法打倒進長影音的部分 大家也留不下來 那當然後面還有很多很多細節的操作 我們會留在會員頻道來跟大家分享 這點是很重要的就是啊 K16叫做意見領袖 身為意見領袖 你必須要有很清楚自己的價值觀 如果你希望兩面討好 如果你的價值觀模糊 其實你也不容易可以留住份 我們不去評斷說我的言論對 或者是罵我的那些人對 但是呢 世間上有各種聲音 你不可能滿足每一個聲音 這個也是做K16很重要的觀點 要討好每一個人必然會出問題 遲到你就崩壞掉了 拍影片的時候呢 我因為月運的關係啊 受到很多攻擊 我最想被人家攻擊的就是啊 我好好做命理師就好 要幹嘛管其他的事情 拜託 命理師管你生命的東西 命理師預測你生命的未來 命理師預測國家的未來 那我不是什麼事情我都要了解一下嗎 那才是專業嘛 什麼叫做命理師 只做命理師的事情 不要做政治 不要做其他事情 拜託那才不專業好不好 雖然我被網友罵了 但是呢 我還是堅持我的想法 那也就是一路以來 我都是如此堅持 我當年只有一萬訂閱戶 五千訂閱戶的時候 我就這麼堅持 那更何況現在是十萬訂閱戶 我覺得我的堅持 有得到大家的掌聲 跟大家的支持 那也希望說 像這樣的分享呢 可以帶給我的網友們 你們不管你是未來 你自己想要當老師 或是未來你有想要自己的經營 只要你是相關類型的從業人員 或是你想要進行這樣的頻道 那這六年來的心得分享給大家 更細節的一些操作 放在會影片裡面 大家可以去看 還以資討論了嗎 我們яться下來